在海外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 把那些在行业中 占有重要支配性地位 业绩又优良 或者是成交活跃的大公司股票 就称作蓝筹股 而蓝筹一词呢 也是源自于西方赌场 那么在西方赌场中 我们知道有三种颜色的筹码 而其中的蓝色筹码是最为值钱的 那红色筹码是第二 白色筹码是最差的 所以形容最有价值的股票 就称作蓝筹股 在美国的蓝筹股 也是包括了像通用汽车 艾克森石油和杜邦化学等股票 都是属于蓝筹股 在香港的股市当中 最有名的蓝筹股 当属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 汇丰控股了 那有华资背景的长江石叶 也属于蓝筹股之列 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 虽然历史较短 但是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 也逐渐出现了一些蓝筹股